我是长老师 今天我们继续来讲博士 今天我们讲博士转行噩梦 还有一些不读博士的同学的三大原因 为什么他们不读博士 好 不读博士第一大原因就是 学生对自己的专业方向并不是特别的确定 因为博士它的分类非常的细 你比如说 我就是研究一个瓶子上面的水滴的张力 一个水流的情况 它是研究的非常细的 如果不喜欢这个专业 我如果就进去了 这样可能就很不好办 所以这里面就是有一个最大的噩梦 就叫博士转行噩梦 我也遇到很多这样的同学 也帮助过很多这样的同学 什么叫博士转行噩梦 就是说 我本来我是读了博士 导师也很好 然后给了我奖学金什么的免学费 对吧 生活费 我就研究水滴在屏蔽上下滑的 这个东西 但我研究来研究去 觉得这个东西没意思 它不是我的专业的兴趣 我也不愿意把我这一生的时间 都放在小的研究的领域上 而我突然发现数据分析特别有意思 而且还有一个 就是读博士的人都有一个特点 这些人全是学霸 这些人都是挺聪明的 他可能读了一半 他觉得 我以前的同学怎么搞数据分析 搞什么计算机 怎么都挣大钱了 就我还在这研究这个水滴下落 成天做实验 或者成天去生物学 就是这个医学 养细菌 养白鼠之类的 那很枯燥 对吧 所以我转行 那这样的话 它的损失就很大 我前三年的时间可能就白浪费了 而且我要去转行 那还不如当时我在读博之前 对吧 或者读完了本科 读完研究生 我去转行 对吧 那读博士 他就面临着一个 隔行如隔山 你越往里研究 它越细 那你和别的这个领域 差别就越大 读博士之前一定要知道 我自己要选什么专业 我是否要这么早的 要进入这个特别细化专业 所以一些对本科方向 就是对自己专业方向 不确定的一些同学 他可能就在本科之后 他就先读一个硕士 或者先就业 然后来确定自己的方向 那第二类同学 就是确实认识到 博士难读 这个博士难读 美国的博士 他这么高的地位 难读这确定的 对吧 那你读博士 你就是要花五到七年的时间 你这里面就是要非常的寂寞 而且在博士过程中 你要跟导师 有很深的这样的这种协作 你的关系也得做好 对吧 还有一个就是说 你读博士 你得要拿到研究成果 你才能拿到学位 对吧 比如说生物科学 这个计算机 现在都非常活跃 你拿到研究成果 相对比较容易 但比如说 你就研究一个 什么比如 歹足的语言 或者是一个数学物理 你想要取得一个进展 有的时候 是不太容易的 尤其在文科方面 所以博士 确实是很难读的 而且博士 在这个博士之间 他们也有竞争 他竞争的是智商 就是你一定是脑子够聪明 你要是学霸 你才能博士 你能读下来 要不然 也有同学 博士读不下来 美国一般花五年到七年 但是你如果要读 时间太长了 那导师就说 你这个博士 我没法指导你了 你就拿硕士走人 就完了 这样就很惨了 还有第三类的同学 不愿意读博士 他是对工业界 更感兴趣 就相对于科研教学 对吧 他对工业界更感兴趣 他想去工业界 尽早去工作 而自己的兴趣 并不是在科研 因为你要是读博士 你读PhD 你是一定要做科研的 但是你要在工业界 可能你就会 你比如数据分析 计算机什么的 你会接触到很多的 实际用的东西 那么这里边又有兴趣 而且确实在工业界 你的收入也是会 比读博士 这么轻苦的一个学生 挣钱多的多 对吧 就是有这三类学生 这段时间或者他一生 就不愿意读这个博士 这个也是很理解的 并不是说 所有人都要读到博士 你一定要确定好 自己的这种兴趣 自己的发展 做好自己的规划 然后我们再来考虑 是不是读博士适合你 如果适合 我们去读什么样的博士 怎么来读 对你更好 对吧 好的 今天博士转行噩梦 和不读博士的同学的 这三大言音就讲到这 也顺便做一个小广告 这个学年开始 我的后人提供 这个博士的申请和规划 指导的服务 这个团队由我和Dr. Chu 朱博士来代理 主要是在计算机科学 在生物科学 在工程 还有专业博士 这些领域给学生来指导 因为现在确实读博士的 这个学生的越来越多 所以我们也开始给他们来做这方面的指导 那希望今天这个视频对你能有所帮助 如果你对留学美国任何方面有问题 一样大政都可以私信我 包括升学转学学术辅导就业指导 是不是要读博士 如何来申请博士规划 还有有的同学遇到开除 劝退一些情况都可以私信我 那么这是我的本行 我和我同事会抽时间来给你来解答 解决问题 好最后呢 感谢你观看关注 点赞和点发 下次再见 点赞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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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